这一路上走走停停顺 这少年漂流的痕迹 迈出车站的前一刻 竟有些犹豫 无尽笑着景象 亲切人无可避免 而上夜的天 依旧那么暖 风吹起来从前 从前重视这世界 昂般流烈 看着天边死在眼前 也甘愿赴腾到火去 走他一遍 如今走过这世界 昂般流烈 反过岁月不断侧脸 走不及风闯入你的笑页 我曾难自拔于世界之大 也沉迷于其中梦话 无得真假 无错挣扎 无惧笑话 我曾将青春翻涌成他 也曾指尖探除十下 心之所斗结就最远去吧 上回提醒你的他真是不高兴 大把手 你说什么了 您就别问了 反正我是把他得罪了 您教训我吗 给我出出主意 我该怎么道歉 他怎能原谅我呀 朋友圈里有篇文章说女人都爱包 说包治百病 要不我给她买包去 花那冤枉钱呢 我告诉你 刘美丽这人没有隔夜仇好哄 不过他这人好上纲上下 你啊 一旦要让他给你灌输价值观 那可就没完了 别顺着他说 转移话题 请他看看电影 逛个街什么的 他就忘了 能行吗 反正我刚跟他认识人那会儿 我就这么糊弄他的 不过 请他看电影 你最好看这个文艺片 就是能睡着的那种 他就喜欢看这玩意自虐 我道歉的时候 我是不是应该穿得正式一点 上回我一身名牌都被他批评了 说像圣诞树 每当看到我就让他想到了圣诞老人 对对对 你干脆就往石下里 最流行的潮男打扮 怎么年轻怎么老吃 他这人喜欢嫩的 吃韭菜都喜欢吃头肠 知道吗 就 明白了吧 明白 就我再认识 韭子 去买饭了 吃饭了 你们 吃饭了 吃饭了 干吗 胡子姐 胡子 早饭 谢谢胡子姐 郝泽宇人呢 不是 郝泽宇呢 胡子姐 我不能说 什么叫你不能说呀 他去哪儿了 胡子姐 我真不能说 是郝泽宇不让你说什么 我 我给你给我掐你了啊 一 二 别别别 胡子姐 那个 郝泽宇他去剧组了 小雨啊 你这干嘛呢你啊 你换着这衣服 你不腿断了吗 导演我这断条腿又不是毁容了 我照样能拍 没事 你以为你是谁啊 我总没你不行了 拍不下去是怎么了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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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导演 我 我就想着 你说这角色也陪我这么多天了 是吧 陪我吊威亚 又下水的 又瞎跪哀的 这眼看着就杀青了 我怎么也得跟这角色 好好告个别是不是 你想把自己演残了是怎么着 拍残了啊 拍完这部戏不拍了 最后一部 我告诉你 那逞能和专业那是两回事 知道吗 那腿不好回去养腿 要不真的是最后一部戏了 别 别 董事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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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你啊 我 我 我真的懂 一会儿我还想上打戏 打 打戏也没问题啊 打戏照样可以 没问题啊 我说盛事长啊 你问问他后期补拍的那个 特写镜头可以啊 没问题啊 可以可以 那没问题就回去歇着 后期再补给镜头 不是不是 那个 导演别 咱再商量一下 要不然咱别后期回头再补了 咱就今天补了吧 我刚才来的路上 我已经进入角色了 今天补了吧 好吧 我这 这没问题 那个 那个 待会儿拍胎时间行吗 把特写补了 反正穿着衣服 我还可以玩到你 谢谢大爷 你去化化妆准备准备 好嘞 好嘞 小心哪啊 没事没事 没事 您放心 您你去化妆准备 我小卦的 你咋回啊 你不也要 我小卦的 我又有事 酷的 你多老婆 一个 fair fewage 解写准备准备准备 给你补补腿 你抱干吗 高兴啊 我又不是因为腿断了 我就把你举起来转两圈 特色 坐下 吃饭 你买俩呢 吃腿补腿 能咱俩赢一个 我吃 帮你吃 不客气吗 嗯 喝两点 鸡肉好吃 树里组里的好吃多 给你留点 拜拜 快点吃 吃点鸡肉 嗯 就点配橘子习惯了 你说你放着酒店不住 非得在这憋屈 你这不自虐吗 我昨天就是信了你的鞋回酒店 今儿早上你就跟我玩笑试 我跟你说从现在开始 当你腿好 我一步都不会离开你的 行了 这个伤筋动骨一百天 啊 这下你可有多好了 你说如果今天朋友看看他没动测影之星你真的拍吗 拍啊 童所无欺啊 那腿真废了呢 你就会这么点肯定你觉得值吗 值 值 从看到祖讯那天起 咱们俩就跟着西天取经似的 一路披荆斩击 过关斩将 这断条腿呢 就算是这九九八十一难的最后一探了 所以当然值了 对 福子 这日子总会好起来的 对吗 当然了 你会越来越好的 不用缺恶不烧腿 也能说到所有人的肯定 以后你只要一拍戏啊 后面就跟一堆替身 有 早起替你化妆的 有 有替你刁微雅的 有替你闻的 有替你舞的 演员就不该有替身 那这所有事我都让别人给替了 那我自己干嘛 你拍特写啊 那什么都能替得了 你这张脸替不了 没错 最容易被替的 就是我这张脸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什么呢 红颜谭直老 这长相啊 就跟那爱情是 靠不住 你也太悲欢了 这长相会老 爱情会淡 人还会死呢 我不服你了 你自己走吧 厉害呀你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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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错药了 早安 优美丽小姐 你好好说话 我特地登门向你道歉 少回我又说错 你少回事你别提了 你今天穿着这鬼样子 什么意思啊 眼下最潮啊 显年轻啊 跟你说 什么人穿什么样的衣服 就跟什么年纪 要说什么样的话 是一个道理 你说你前两天说的那话 那不三不四的 你这么一个老实人 跟你说出来你不脸红了 你听我解释 我知道你要说 我不是那个意思 对吗 一句话有很多种意思 为了不让人产生歧义 你是不是应该过过脑子 把话想清楚了再说 是不是 我错了 对不起 要不这样吧 咱们俩去逛逛街 看看电影 就当时我给你赔罪了 我听说最近上映了一部电影 非常地文艺 你怎么知道我爱看文艺片啊 我一看你的样子长得就 非常地文艺 想跟我文艺啊 那你这声还不够潮啊 走啊 上去买衣服去 不走是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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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我这事挺好的 又年轻又头 搞什么呀 我一天反行就不怎么样 要不这样 从头开始吧 二十多年没头发了 戴完真变 又疼又痒 其实光头挺好的 咱们开出的哥们儿 正说我光头特份 那还带吗 带 还逛吗 逛啊 你可还买吗 买啊 走 出来啊 怎么了 我怎么觉得那么别扭呢 我都不像我自己了 你不是跟我道歉吗 那得我开心啊 我开心了 你开心吗 开心啊 笑笑啊 你眼神怎么那么多褶子 你抬头 你怎么那么多抬头丸啊 还那么多褶子 那怎么办啊 我知道你问题出哪儿了 你跟我来 快快快 什么事啊 着急猛猛把我叫来了 先坐吧 给你介绍个新跑呢 赶紧尝啊 车不能停时间程了 美丽 照我已经接完了 老师傅 你呢 我一会儿我和美丽 我来看点去 你要的床男给你捣吃好了啊 谢谢 谢谢 电影呢我就不看了 我还有事呢 美丽 来 老婆 我这事怎么样 老婆 老婆 这衣服呢 我变成这样了 老婆 神经病都不配你这打板 既然道歉了 你就得真诚一点 人家让我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轻点 你这脸怎么了 都怎么看着这么别扭啊 牛没力 带我去打针 你又没病 你打什么针呢你 一种病毒啊 说是打完这针之后啊 人就会年轻吧 年轻个屁 他是你干嘛你就干嘛呀 那是毒药 兄弟 你是不是傻呀你呀 打完之后年轻 他 哇 你请 注意点啊 老司机呢 摘了摘了那玩 不是摘了 他把你还觉得挺美的吧 你 这 这 这 轻点 这不挺好吗这个 哎呦 好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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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啊 大家 信一下等我说两句话啊 谢谢大家 今天谢谢大家 远道而来来我们现场 现在我宣布我们这个 谁胖谁先死 正式刷新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谢谢 谢谢 我们票房的大卖啊 来 要好 这样啊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少女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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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女儿没什么问题 我问你了 介绍我的采访 请问一下 和泽水先生 你的排斥几个月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有话 我想说的多人啊 你比如啊 这个剧组的饭啊 确实太难吃了 还是咱俩住那地方 对面那鸡腿好吃 嗯 但是那鸡腿又太贵了 也不能天天吃 所以就特别累的时候 买一根 考虑考虑自己 这化妆师呢 拿过化妆的时候 总给我化得特别浓 但我自己觉得还挺好看的 还有这衣服 几个月了 就这么一身 一般都馊了 但是我还挺怀念这味道 反正不管怎么着吧 几个月下来 我坚持到了最后一天 我觉得我 算是踏踏实实地 办成了一件事 恭喜 谢谢你啊 接下来呢 让我最开心的呢 有一件事 这个最开心的就是这个 我们这个主创里面啊 有一个十分好的新演员 他演技超棒 他叫老泽宇 说了吗 田泽宇啊 泽宇 你还你名字了吗 老泽宇 赵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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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还很柔腆 没没没 应该做的 好 好 真是呀 现在的年轻人 没这样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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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业 可以可以 河北 河北 河北没事不用过来接 河北进 我们自己开车去就行 那行 那回头您把那个合同呀 发我邮箱 我过一下 现场 现场签也行 那省得那个 进来计计计的麻烦 行 没事没事 但是有个事 我得跟您说一声啊 就是我们家小雨啊 现在还在外地拍戏 得要过两天才能回来 那也行是吧 那行那行 好嘞好嘞 那就这么说好了 那个保持联系 好嘞好嘞 好嘞 丽丽有病吧 不带这么欺负老实人的啊 你还带人去打针 他多多岁数了 这万一要打出毛半来 你负得了得吗 你有病我有病啊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 这是你教的 你以为你啥 你诸葛亮啊 你活着呢 你活着 别别别别 别倒 别倒 人家 招惹着您了 想跟您道歉 这有错吗 他不知道怎么道歉 找我 我告诉他了 这怎么了 是不是 当初咱们认识那会儿 我每次跟您道歉 那不都是逛街看电影吗 是不是 我是有多嫌啊 我跟谁我都能逛街看电影啊 你来得正好 有事找你 您过来 快快 坐坐坐这儿 干嘛 你看 好泽雨是谁啊 没听说过 长得还行 单凤眼 挺有特点 但不是我的菜 你说现在这人都怎么想的 把人形容成菜 是 下 让你看内容 谁让你看评论了 我给小雨 见了一商业 河北的 就是他们回北京那天 这两天啊 你去借一个豪华大车 我们去机场接他们啊 多豪华啊 有预算吗 我觉得 小雨刚回来 让她舒服点 再说了 你这商业给多少钱吗 三十万 那是不是得让她舒服点 多少 三十万 什么商业给那么多钱哪 瞧你这少见多怪的样子 三十万 就这么大惊小怪的 那得分是谁 就您家这郝泽雨 对她来说这就是巨款 拍一电影 片酬一共才才一万块钱 这还没怎么着呢 身价一下翻了三十倍 这天上的馅饼 怎么都到您嘴里呢 河北商业 这事今儿刚定的吧 合同呢 人说了 这这这这事急活 就合同了 到那再签个下 合同没签你就敢去啊 这么大岁数你白活了你 你想想 跳一舞给三十万 是能把死人跳活了 还是怎么着啊 钱要这么好赚 那满大街都是千万富翁了 富方叔 你是不是有被害妄想真啊 我牛美丽在你眼里 我就贪不上点好事是吧 赵小北给我钱 你说他把我当猴看 我给小语借一广告 你要说人家骗我 你说你这你心怎么那么阴暗啊 不是我阴暗 是你那脑子短路了 鸡不择食 专件是为我自己吗 马上就要进入宣传期了 咱不得给小语挣点宣传费啊 我跟你说啊 现在我是老板 我说了算了 我让你接车 你就要去接车 你要是不接 那怎么着 我自己也能去 反正我提醒你了啊 你这么多再琢磨琢磨 我就是得设有点悬 来 好啊好啊好啊来 祝我们谁胖谁先死的电影 跳黄大麦 谢谢 看你们聊你的啊 好的好的好的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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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我疯了你 你这拿点什么呀 不是那根那么多龙虾啊 什么和牛啊 什么是什么寿司什么的 那好的东西你不拿 你拿一堆这泡蛋糕干什么呢 你给我笑了 我就想胖点 好疯了 我减肥呢我去 不是你能放哪儿去 端着我累了 没人抢你 我的妈呀 郝泽宇 那边有几个门户网站的记者 是我们公司安排的 跟我过去 我 我也不会回答问题 我就不去了 我 这和月姐让你去 你这又去 你笑什么呀 不是我们 那行吗 这个现在刚刚杀青 后面我们马上去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们这男三号 我们聊你们了啊 我们聊啊 你们聊啊 干嘛呢你 当然 郝泽啊 还是害怕我是吧 不怕了 不怕了 这不怕了 那我们慢慢去慢慢去 拿杯酒 那个跟我过来 来来来 来来来 坐坐坐坐坐坐 伙子 你是不是 一直都很怕我 没有 没有 没有就好 来 尝尝这个肉 好好好 尝尝 那我就上手了 上手上手 还记得 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我跟你说过 这个肉啊 泡上就过一夜 第二天放到烤箱里烤 特别美味 好好吃 好吃 这是我亲手做的 真的 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过 你好像我的一个故人 还记得吗 我给你看看啊 这就是我过世的太太 是不是有点像啊 我没做导演之前 我是做厨子的 有一次有一个小姑娘 来我饭店吃饭 偏说我的菜里有虫子 我就出来跟她理论 她理论不过我 然后就拿杯酒 偷偷浇到我的头上 那么一浇 反而浇出感情来 然后 然后我们相恋 到结婚 到她去世 我一直记得这个仇 但是 抱不了 抱不了 那天在饭桌上 我看见你 我总觉得 这是不是 我报仇的机会来了 所以 不说了 我要向你道个歉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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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忘了这事了 我们做电影的 拍过很多戏 有时候 有时候 有些人 我们还可以见到 有时候 一辈子 大家都不曾再见了 所以 我想留下美好 没有遗憾 你说对吧 好吧 对了 见到泽宇 麻烦你 带我给他道个歉 你跟他说 他拍我的电影 我没有后悔 没有遗憾 好吧 谢谢导演 多吃一点啊 来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庞道庞道 来来 今天你杀青啊 特地过来祝贺你 你真是太见外了 郝泽宇演得不错 你放心吧 方方面面都OK 就是脾气聚了点 所以费心了啊 他有天赋 也有韧劲 就是这几年给我灌坏了 他这脾气啊 就是他灌脚石 为了磨练他 我一开始拼命地整他 火力全开 你千万别怪我 那个今天就谢他呀 咱就先说到这儿吧 好吧 谢谢谢谢 辛苦了 谢谢谢谢 谢谢 你去 你去跟导演道歉加道谢 他刚刚跟我说好的话 我就特别感动 不是 那你感动你帮我去信 我不喜欢说 那些酸了麻痹的话 不是 你别犯轴啊 人家再发不过上提拔你 对吧 然后又又又这么培养你 你就说声谢谢 就像你今天对我说的 谢谢 我今天还没说说说这个 你说了 走 我还给他弄了个备旋演员 就是到没用上 他拍我的戏啊 那真是我的荣幸 也是组里的福气啊 哎呦 我们家小语要是听见这话呀 肯定高兴死了 哪些你说的 那证明你有眼光啊 主要还是导演您给了他这次机会 本来以为还看不到这天了 你 还是有希望的 你是不是后悔把它转给别人 我也没想到 还有机会听到你说后悔 没想到也是有希望的 你好了坏 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了 你别在这儿丢人现眼呢 走吧 你干吗来了 我和彭导人家 我认识很多年了 信息刷清 我过来给他倒个喜 说吧 小语啊 腾丹一直在后边帮你 没有他 你根本上不了我的戏 你知道吗 还什么 我觉得戏都拍完了 好多事情都应该讲清楚 不能不明不白的 好 刘远 张总请我们去那边讲几句话 好 那你拿着 来 跟他说我马上就来 好 你们聊聊 我去应付一下 什么意思啊 转落我约之后的收我服务是吧 问你呢 不是我要帮你 是牛美丽和福子来求我 我做了个顺水人情 我去哪儿 去哪儿 福子 福子 你等一下 丹姐 不好意思啊 他 他就这脾气 我看得出来 你对他照顾得很好 以后还得麻烦你多担待 他是一点没有安全感的人 我 这是我的工作啊 福子 谢谢你 我看到他的改变 我算是把他抛给了你们 可这个把我押对了 他比以前有劲了 那我放心了 谢谢 那我去 你去过去吧 好 嘉义后 你们是最棒的 你是不是有病啊 你有病啊 我做那么多洗礼活动 我为什么留下来啊 我不就想做出个药 给腾腾看看吗 结果呢 这工作是人可怜巴巴给的 那我在这儿商量下来 我折了什么呢 我费什么劲呢我 你看什么看我 我跟你说话呢 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特好笑啊 是不是觉得我现在跟泼妇一样 是吗 那我问你 如果不找他的的话怎么办 我们几个门外汗 我们能跟头上吃上饭吗 你淡着好吃就行了 还管哪只鸡下来的呢 结果是不是比什么都重要啊 有那么矫情啊 我告诉你 你去告诉牛美丽 从今往后 狗粮猫粮甚至猪粮我都能吃 腾太少了饭我一口都不吃 那我也告诉你 你吃狗粮没什么了不起的 你不是想知道我那箱子里吃什么吗 我现在要给你看啊 这就是我这几个月吃的东西 看吧 天天鼓励自己 要做个好演员 却一时在纠结着跟藤丹的过去 放不下你的自尊心 梦想和怨恨 到底它一个更重要 郝泽宇你知道你为什么一直出不来吗 因为你根本就不爱你的职业 你光知道恨了 谁会记得你 谁还敢对你好啊 你实在乎你自己 你不吃吗 我不吃 我不吃 吃什么 吃饭 买了脸 我拿一个 我不吃 我不吃 吃腿补腿 孩子的香味肯定可以随到这儿了 啊 老板 喂 这么少 шт 可想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子 坐前面来 跟我说说你们那剧组建文 还说什么呀 有空能让你闺女给你演一遍 演得比我好 你还演戏了呢 爸 他说什么你都信啊 他脑有病不知道啊 烦死了 你瞧瞧 同一次集体出来上演 那也不过还搞矛盾 嘴欠少说两句 小月 你一会儿啊 你好好热热身啊 我估计这晚上呢 又唱又跳 那得好几个小时 你上演了 怎么还有好几个小时 人家主办方说了 那是按个人演唱会的规模办的 胡方叔 你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还用问吗 非得当着孩子们的面 自讨没趣 你接着上来给我找不痛快的对吧 我告诉你 自打你在机场出现那一刻 我心里就很不高兴 我怎么了我 你让我借车我借车 你让我借人我借人 你让我往东走 我往西边去了吗 我让你借的是什么车啊 豪华大车 是 这车是挺大的 可豪华呢 豪华在哪儿 那没车 我就这本事 爱坐坐 不爱坐下检 停车 轻点呗 牛妈 牛妈 你不是你们要去哪儿啊 爸 牛妈 你不是追的呀 要炒回北京炒行吗 这前不招又是后不招店的 你追他去啊 你不去 就我非把他这毛病改过来不可 刘美丽 你甭跟我犯横 现在调多回家来得及啊 我不回去 我为什么要回去 有钱不挣 我傻呀 你知道这是挣钱的 还是挣命呢 这事明摆着它有蹊跷 你别上赶着上当受骗 我乐意 要我说你追你就不该来 你回去好了 我凭什么不该来啊 我闺女在这儿呢 我都告诉你了 钱我帮你想办法 是吧 你别为这三十万 你都磨成了你 三十万 什么算什么 什么算什么 虽然说吧 时间是挺厚待会的 我年纪摆这儿呢 你们嘛 有的会开车 有的会演戏 人人都有一脊之长 可我呢 除了美貌 什么本事也没有 有吧 我也没什么本事 可你还年轻啊 还有爸呢 我呢 无父无母 无儿无女的 我还不能给我自己 留条后路啊 再说了 人家投资股票 投资房产 我投资个人 怎么了 行行行行行行 算算 回去吧 回哪儿呀 不伤眼啊 前怕狼 后怕虎 这一路上不得把我给烦死啊 反正也没签合同 去 你们投资我不就是为了赚钱吗 这么难得的机会 三十万呢 万一我这儿以后还没现在好呢 三十万都没人给了 好好好 晓鱼 呸呸呸呸呸 不吉利的话呸呸呸呸 你会有出息的 你信吗 你有那本事吗 端端跟我在一块耗了十年 我都没成 而且是我最好的十年 我凭什么指望你啊 何况你现在不也指望了端端了吗 你不得收钱是干什么呢 我知道你们是为了我好啊 为了让我演戏 为我做了很多事 我欠你们的 这人得报 嘿嘿嘿嘿 大话说这么明白就没意思了啊 等把这根报完 咱们就各走各的路 你们千万别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报完的机会多的是 干吗非跳这一回啊 你这人就太保守了 这么保守能挣上三十万吗 一人一命 保守点我踏实 说实在 我就是我闺女的跟着呢 要不然啊 我早把你跟牛美丽扔半道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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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这什么破地儿啊 不对啊 这手机显示 这定位就是这儿啊 没错啊 你们是来演出的吧 是啊 人呢 舞台呢 这鸟巴拉屎的地方 演给谁看啊 还有啊 这合同还没签呢 看您这与众不同的气质 一定就是鼎鼎大名的美丽姐吧 什么 这众一样呢 对 对 我这套 很多人呢 碎了 那每一生 对 对 一些 白亚 作与我 也一切 对 一下 里面 很熟 对 那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的人